最佳待场 经过了一个叫藍品霓宴的地方 我现在讲的这个藍品霓宴 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花园 以他为名称 藍品霓宴的地方 突然间太气动了 就在那个地方生下了 太子 所以是确定是太子 这是我们的佛祖 佛祖OK 一出世的时候就 他有很多异象 脚每他一步就有人花出现 所以拿他的七步 然后我 就是一手指贴一手指贴 然后上天下地为我独尊 但是这个不是说很霸道 然后讲说哇我就是No.1 就讲说他是古今以来 第一个杰者 来拯救我们四人的仪式 OK 但就是因为这样子 大家觉得说 这个王子 接下来应该是了不起的人物 所以有个国师更 更算出了他以后 要不然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国王 丰公伟一的国王 不然呢就是一个 在宗教在信仰方面 是一个很大的杰者 所以呢国王当然不希望 他是往那一方面发展 所以呢希望他 继承他王位 所以给他很多的荣花不贵 就是借了一个王公给他 然后就是怕他 会 啊 会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他每次他出门的地方呢 他都会倾倒 OK 好像那些平民百姓啊 先移开啊 这个地方都要每每给他出去 但是有一天 还是给佛祖 就是他的太子呢 发现了 真的生老病死 就是他从几个门 东西南北四个门 出来看到了 发现了有的老人家生病了 人家没有玩了 为什么去生病 生老病死 所以他就回到 回到他皇宫 他就在想着这件事情 要讲紫 担救世人也就是自己 不然间他毅然的决定了 离开皇宫 所以他就去犯了 到后来的时候 他就几分可以收到 一天一日一滴血 但是呢 他还是人啊 那时候 还是我们主义老百姓 还是生病的 他在生病啊 在他混沌的时候 的后来 在刚开始 对那个时候 比较有成绩的时候呢 南川徒有歪魔 来干了 因为喔 他一模嘛,他怕佛祖乘到以后呢,会干扰他们咯 霸装整个人世间,所以呢,他就来干扰 真的可以说是咯,佛祖不是有说我们人人都可以乘佛是吗 就是那个心,因为这个我们可以讲是外魔就是我们的心魔 很烦恼啊,压力啊,就是靠这里,所以我们要懂得示范自己的压力那些咯 OK,后来呢,就是说佛祖呢,在十二月出发 凌晨的时候,悟到了,所以那天呢,我们不是有喇叭周,有吗? 你们有听过我们佛教头,佛在十二月出发是法宝节 就是吃喇叭周,有听过吗?就是这个有来自佛祖在那天,OK 刚开始的时候呢,佛祖呢,弟子有五位,吴比丘,这个是出名的吴比丘 我大概大概跟大家简短的说一下,吴比丘跟着佛祖到处说法 然后这个呢,是有一个典故 这个呢,是罗侯罗,就是佛祖的孩子 因为罗侯罗,就是佛祖啊,他出去外面修道的时候,剩下他最小嘛 所以大家要很溺爱他,养成了他很爱说谎,很爱做聋的习惯 就是说,佛祖知道以后,就欠告他,就是说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佛祖呢,他们脱坡 吃饭以后,他们吃脚脱坡嘛,脚不是肮脏哦 就让孩子拿着洗碗,洗脚水给他洗,洗了他,罗侯罗啊,你把这洗脚水喝了吧 那罗侯罗说,哎哟,怎么这样肮脏还叫我喝 肮脏的水就像这样说,蒙了,肮脏的心灵 你这样爱说谎就像这个水,你都会讨厌这个水,何况人家会讨厌你 所以他就突然就起雾了,然后也修成真佛 然后这个呢,是一个泥蹄 啊,这个这里写的泥蹄,但是佛祖呢,他就是说人人平等 他有一天他遇到一个叫泥蹄的,他是一个倒分辨的 以前不像我们家里有个码头是吗? 倒分辨的这个清洁功能 所以佛祖看到他以后,要去跟他扶起来,他就跪拜佛陀 佛陀要扶起来之后,他就叫佛陀说不要扶他 因为他是一直倒在分辨,所以双手脏得很肮脏的 所以佛陀就讲说泥蹄啊泥蹄 人不可以看清自己,我们不可以因为出家而尊贵 因为行为而尊贵 泥蹄呢,是清楚人家家里的误会 然后佛祖呢,是清楚人内,人们内心的不正不敬 所以大家都同样的,人人平等 所以呢,听了以后大家都很感动 所以对佛陀更加的尊敬 这个是大概佛陀的一生 所以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是吹蹄花餐 你们要拍照也可以的 你们要测拍的话,他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们大学宝丁开有拍合照吗? 你们等一下 在前面拍表面 都可以,哪里都可以 来我们带各位去美食馆 没事,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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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